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 星期二發布聲明說 摩根大通已同意支付超過9.2億美元的罰款 以解決對該銀行在金屬期貨 和美國國債交易中進行市場操縱的指控 這是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有史以來開出的最大一筆罰款 摩根大通同意應罰4.34億美元 賠償3.117億美元 和繳納非法所得的1.72億美元 摩根大通是美國最大的銀行 根據摩根大通的業績測算 9.2億美元的罰款 等於該集團去年全年淨利潤的2.5% 這項和解協議是美國政府對摩根大通多年調查的結果 美國司法部 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 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對摩根大通及其旗下的子公司 在金屬期貨和國際市場的操作提出了多項指控 CFTC主席塔伯特說 訪片行為是非法的 這項創紀錄的執法行為表明 CFTC承諾對那些故意違反我們規定的人 採取強硬措施 無論它們是誰 我們都不能夠容忍操縱我們的市場 訪片是一個金融術語 只記在股票市場 或者在期貨市場交易中 開架報價再設單的一種行為 也就是先下訂單 之後又撤銷訂單 至此影響股價或期貨價格 這種行為多年前就被美國監管部門命令禁止 今年9月份 美國司法部稱 摩根蒂通的三明貴金屬交易員 通過欺詐性交易 募得巨額受益 三人血嫌在十幾年間 進行大規模訪片 也就是交易員 先向市場大量發出交易指令 GP Morgan Security 還需要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支付3,500萬美元的罰款 正在希臘出訪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星期二說 歡迎希臘加入清潔網絡 並警告說 中國共產黨正在這個地區 試圖利用經濟實力來獲取 對歐洲民主國家的戰略影響 請聽報導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二繼續訪問希臘 今次訪問正值希臘 以及土耳其之間的緊張關係 由於爭奪地中海東部的能源權益 而持續升溫之際 蓬佩奧敦促希臘和土耳其 這兩個北約成員國 盡快通過外交對話 和平解決這個地區的海空權利 聲索爭端 以及地區自然資源開發的危機 星期二 蓬佩奧和希臘總理米索塔基斯 一起訪問克里達島 蘇特灣的美國海軍基地 會談的重點是 是國防安全方面的雙邊合作 美國和希臘表示 有意通過擴大2019年10月更新的 美國希臘共同防衛合作協定 加強戰略防禦和安全夥伴關係 雙方打算討論如何進一步 互相協助以維持強大 和可以互相協助的軍隊 兩人在訪問蘇特灣 同一艘希臘護衛艦後 進一步進行會談 雙方將針對反恐、能源、 經貿問題展開更多討論 蓬佩奧說 我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這個地區 利用經濟實力試圖獲取 對歐洲民主國家的戰略影響 希臘總理米索塔基斯 以及其團隊正在開發 和推廣希臘的數字僵域 包括大量推廣第五代通訊網絡建設 我們很高興 他們也加入了清潔網絡的行列 希臘被視為中共一帶一路戰略中 和歐洲國家合作最穩固的橋頭堡 中國企業在2009年 希臘債務危機的時候 曾經以大筆資金購買希臘的國債 中遠集團因此贏得了 給雷埃夫斯行35年的特許經營權 蓬佩奧星期二警告了 共產中國對這個地區的企圖 以此同時 美國國務院主管經濟增長 能源及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 赫拉奇這個星期繼續對歐洲訪問 在歐洲推進清潔網絡的全球性倡議 美國今年舊早時發佈淨網行動 在電信運營商 移動應用程序 應用程序商店 網絡雲服務 和海帶電艦五大領域 全面清除不受信任的中國設備和技術產品 並呼籲各國仿效 到目前為止 美國的這項倡議 在歐洲和世界各地得到了廣泛和積極響 反應 洛基亞星期二宣布 已經和英國電信集團B-T 簽署一份5G設備大單 從而成為B-T最大的基礎設施供應商 洛基亞獲得的這項合同 與華為設備在英國被禁止 物不可分 傾聽報導 芬蘭通訊設備製造商 洛基亞星期二宣布 他們已拿到英國電信集團B-T的合約 將取代中國華為公司 供應英國境內的5G網絡設備 成為B-T最大的設備供應商 這是英國首相 約翰遜今年7月下令禁止 在新5G網絡建設中 使用華為產品以來 英國和洛基亞的首項合約 根據這項合約 諾基亞將為B-T公司 提供基地台及其他網絡設備 提供顧客超快速的5G網絡 諾基亞設備同時 亦將用於B-T既有的2G 及4G網絡 不過 B-T告訴發生社 他們亦將使用其他供貨商的產品 以取代所有華為設備 諾基亞目前正在為B-T公司 在倫敦 英國中部地區 和某些農村地區的網絡提供設備 星期二簽署新合同後 諾基亞的業務範圍正在擴大 諾基亞表示 由於這筆交易 它將成為B-T最大的基礎設施合作夥伴 業內消息人士告訴CNBC 這樣一來 諾基亞設備將佔B-T整個網絡的63% B-T作出這個決定是基於國家安全考慮 終止了該公司和華為 自2005年以來建立的合作關係 由中共扶持的華為 正在被美國等越來越多西方國家 視為國家安全隱瞞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今年7月宣布禁令 英國的移動網絡運營商 必須在今年年底前 停止向華為購買設備 在2027年之前 必須從其基礎設施中 Murley已有的華為設備 英國政府下令禁用華為 明顯為諾基亞及愛納信打了一劑強心針 在誤主網絡市場激烈競爭下 諾基亞去年下調2020年Murley預估 但最近的財報可以看出收益增加 諾基亞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佩卡 隆德馬克星期二在一份聲明中說 他很高興成為BT最大基礎設備合作夥伴 兩家公司已經合作超過25年之久 已向英國各地的人們提供一流的連接 聲明說 我們為支持BT的5G網絡發展進程而感到自豪 並期待在未來幾年內更加緊密合作 下星期 國務卿蓬佩奧將前往日本、韓國和蒙古國訪問 升值日本新任首相官議會上任之際 美、澳、印、日四國外長將在東京召開四國集團的 四方安全對話會議 靜聽報導 美國局務院星期二指出 國務卿蓬佩奧將於10月4日到8日出訪日本 韓國和蒙古國 聲明中表示 10月6日在東京 蓬佩奧將願澳洲、印度和日本 參與第二次四方安全對話外長會議 日本外相莫木敏聰星期二也提到 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和日本的外長 下星期將齊聚東京 討論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問題 其中包括中共病毒疫情和地區形勢問題 印太地區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 美澳印日四國又稱作四國集團 參加這次將在10月6日舉行的 四國集團外長會議的 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澳大利亞外長佩恩、 印度外長蘇傑生 和日本外相莫木敏通 以此同時 印度和中共亦因長久以來 然而未決的邊界鬥爭問題爆發 而處於緊張狀態 較早時 雙方軍人在那邊的對峙 來導致鳴槍事件 這是1975年以來 雙方邊界首次出現鳴槍事件 對日本來說 這次四國外長對會東京 也是日本新首相官 以為上任以來的 最重要的外交活動 日本在東海 與中共有海洋權 和領土糾紛 中共也不斷派遣漁船 海警船和飛機進入日本管轄下的 尖角諸島海域 日本外相莫木敏通 星期二在舉行的記者會上說 美澳印日四國外長舉行這次會議 可謂時機適宜 四國國家對地區事務擁有同樣的構想 他們將就種種挑戰交換意見 自由和開放的印太地區的理念 對後疫情時代的世界日益重要 因此 我們要重新進一步加強四國 以及很多其他國家合作實現 這一構想的重要性 此外 他也將在東京 和美澳印三國外長分別舉行雙邊會談 星期二晚間 美國總統大選首場面論 在俄合俄州克里夫蘭舉行 川普和拜登兩人在經濟 疫情 最古法院大法官人選 種族與暴力 政績和選舉公正性展開工房 辯論主族仍偏重於目前國內議題 和兩人路線的不同 請聽報導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於 美東時間星期二晚間9點登場 鑑於中共病毒疫情影響 共和黨籍的川普總統 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並沒有握手致意 兩人登場後也沒有開場陳述 當晚的辯論是在俄合俄州克里夫蘭 愛斯西柱大學舉行 擔任主持工作的是福克斯新聞主播華雷士 在90分鐘辯論會中並沒有廣告 據委員會資深顧問埃爾表示 在辯論會現場觀眾中80人左右 包括候選人、家人和競選團隊成員 衛生與維安人員和媒體記者 針對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 川普表示 他提名的巴雷特 將和其他最高法院任職的大法官一樣出色 而他的總統任期是4年 不是3年半 拜登則選擇迴避這話題 直接從大法官提名轉到奧巴馬醫保 他說 大法官提名人會廢除觀察醫保 應當由下一屆新政府來選舉 如果是他當選 他最終將奧巴馬醫保變成全民醫保 在當晚辯論不到20分鐘後 川普和拜登兩人就開始煙燒味離慢 川普一直打斷拜登 而拜登不耐煩地回應是否可以收口 並說川普只會是碎碎念 會中 拜登宣問川普2016年和2017年 究竟繳納了多少稅 川普表示自己每年都繳納數百萬美元 並承諾公佈報稅資料 川普指責 拜登從正47年的時間裏 喬今天所說的事 他一件都沒有做過 由於今年中共病毒疫情爆發 拜登也批評川普在疫情初期抗疫不力 導致現在有20萬5千美國人生命 數百萬人生活陷入困境 川普則表示 他在1月底就禁截中國旅客入境 並反駁拜登起初並不支持這行動 面對這場疫情爆發 川普說 我們做到了 我們有隔離衣 有口罩 我們生產呼吸機 現在距離疫苗運勢 只剩幾個星期時間 根據兩人的競選口號 川普的連任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強大 拜登的競選口號則是為美國支援而戰 但雙方在政策、減稅、移民、貿易關稅 外交等方面都非常之不相同 但是 當晚的首場辯論 也令美國的選民有更多清晰的輪廓 預計在10月15日在田納西州 納森維爾市還將舉行第二場 10月22日 10月22日會在佛羅里達州 密亞米舉行第三場辯論 MING PAO TORONTO